第三点 我们要来看的是国学常识 好 在国学常识里面 我们如果以这篇文章来看 就追翁亭记出来 你要认识欧阳修 那你就要记得 要把唐宋古文八大家 这几个人物 再做一次复习 那当然 如果你是高一的同学 我们会在韩裕那一刻诗说里面 我们会提到古文八大家 然后在追翁亭的时候 你也会再看到一次 因为我们刚刚讲什么 欧阳修他是北宋文坛的领袖 他是北宋文坛的领袖 所以你就会发现 老师在这里给你的一个表格 有没有 就是古文八大家 从韩裕开始 柳中原到欧阳修 增拱王安石 书寻书室书册 好 这里所有的人物 他的字啊 号啊 他的作品啊 以及他的思想 以及他的特色 老师认为是他的特色 是比较重要的 好 你要去知道这个人物 他的这个写作的风格 好 老师再快速帮你提一下 在这课里面的 好 这八个人物的一个重点 好 那当然前面的篇章里面 你只要看到古文八大家的 你就要去做一次复习 把它做得很熟悉 懂不懂 好 韩裕很重要啊 对不对 因为诗说 这篇文章 你看他的古文 他的诗是显怪派 在这里给你讲的是显怪 奇显怪蛋派 好 奇显怪蛋派 这个是韩裕 韩柳欧书 被称为什么 文章四大家 你给他勾一下 韩柳欧书 这八个人里面 这四位 被称为文章四大家 好 包含韩语 你看 我们在诗说里面 都会读到 柳宗元 你读到的是什么 使得西山雁游记 不要忘记 他的永州八记 相当有名 你到 这个 应该大部分是 高二的时候吧 会读到的 他的永州八记 欧阳修 你看 欧阳修 我们在这一刻 是不是读到 醉翁亭记 然后书氏呢 赐必复 以及他的词 好 那老师刚刚讲 这个柳宗元 永州八记里面 我们是选这篇 使得西山雁游 这四个人被称为文章四大家 这个是你要特别注意的 所以风格就来了 韩语 他雄魂如海 柳宗元 他怎么样 他这个雄身雅剑 还有他的预言作品 他厉害的地方 山水游记 好 那我们都说 他如全 他写作如全 这个文笔很清立 那再来欧呢 你看 说理畅达 抒情委婉 好 他语尽情深 这是欧阳修 他的特色 那书氏呢 汪洋洪氏 擅长测意 就是擅长议论的 好 论辩的部分 致辰一家 好 还有欧书 这文章四大家 一定是你要特别注意的 这四个人 那 真拱你什么时候会读到 后半段你会读到 真拱你读到的是莫词 也是在讲跟学问相关的文章 好 然后这个王安石 王安石会读到什么 桑仲勇 好 桑仲勇这篇文章 或者邮包禅山记 好 这个是我之前应该都会有提到的 好 这到时候你注意一下就行了 然后书寻 那因为书寻书是书册 他们是三父子 所以当然三个人都是怎么样 经测论的 好 都是经测论 好 然后他的父亲书寻 你看 他的文章得利于战国策跟史记 所以在当时 当时宋朝的一个氛围 就是说你如果要求取公民 你一定要把三书的文章都读收 好 因为这边 好 你看他们得利于战国策史记 好 就在史书部分 好 就 可以写得比较好 OK 这个当然以并称来讲 还有他们这几个人的风格 你是必须要知道的 他们的故事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 这八大家里面 每一篇文章 你都会遇到的 好 这个你就 比较没有问题 至少这古文八大家 你一定要知道 好 他们的风格 你多看几次就都熟了 而且你在读到 那个作者的篇章的时候 你会对他更熟 你会对他更熟 这个 比如说我们这一课是欧阳修 对不对 你就要锁定欧阳修的 所有的重点 你看我们刚刚讲 他主张名道自用 有没有看到 还有他讲业后进 讲业后进就是拔着后进 一样的意思 好 这都是他的重点 然后他的特色 他写作写诗词的一个风格是什么 好 你看表格是不是就很清楚 好 就是说 在每一课里面 他的国学可能延伸了很多 可是呢 重点又还在拉回这一课的 这个人物的一个重点 好 这是第一个 国文八大家里面的重要人物 好 那更重要的是这四位 文章四大家 好 这四位 好 然后第二点 当然因为欧阳修他喜欢写史书 所以老师把他写修史的成就 把它列出来 好 让你去做一下比较 因为他撰写的新五代史 以及我们刚刚讲 他这个奉赐去撰的那个新唐书 有没有 他跟那个宋奇 好 赚的新唐书 后来都被列为正史了 好 所以在这里就让你看一下 旧的五代史 跟新的五代史 好 你看一个是 官修本 一个是私修本 唐以后唯一私修之正史 唐以后唯一有私修的正史 就是欧阳修的这个 好 本来是原名五代史记 后来变成新五代史 因为五代史是官修的 所以他他所修的这个 就变成新五代史 好 是基传题的通史 好 所以你要注意 欧阳修他是 撰写史书的能手 喜欢写史书 然后旧唐书跟新唐书 你看 一个旧 一个新 到底差在哪里 旧唐书也是证实啊 好 既唐代 唐一代的事情 然后呢走到宋仁宗的时候 欧阳修这边 他们修的新唐书 好新唐书 有没有看到 他是补 为了补旧唐书之师而修的 就是说 他这个当中有遗失的 不足的 我们把它修 然后修正完成 好 所以你看 剩余旧唐书 有没有看到 通篇简进 剩余旧唐书 好 这个 让各位同学 知道一下 就说 欧阳修 我们在这个 古学常识里面 除了古文八大家 好 那因为你可能 看了很多次了 然后 熟之外 你到底还要知道什么 欧阳修 他所修的 这个 五代史跟唐书 为什么都要加一个新字 好 因为本来都有这本书的 只是说 他后来修的 更完整 更清楚 所以 受到重视 而且把它当作是正式 那真正你看 唐朝以后唯一私修 然后可以被列为正式的 就是欧阳修的新五代史 好 所以是很重要的 好 好 这是两个点 然后第三个点 如果我们在这个 国学常识里面 要看到的第三个点 就是你们常常被考的 下列哪些是 贬则文学 好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字 什么叫贬则文学呢 你可能被陷害 或者是 你可能上书 让皇帝不越了 然后就把你贬则 发配边疆 我们该这样讲 把你贬则到离朝廷 比较远的地方 去当一个小官 去了 好 那在这里帮你把贬则文学 全部都收入在一起 以利于你考试的时候 很快速就可以看到 几篇重要的篇章 好 好吗 你看这贬则文学 岳阳楼记 醉翁亭 以及 黄州快哉亭记 你看 岳阳楼 你会读到 很重要一篇文章 范仲淹的作品 醉翁亭 是今天的主讲 对不对 然后黄州快哉亭记 是书册的作品 好 他全部都是记 你看到没 记记记 岳阳楼记 醉翁亭记 黄州快哉亭 然后你看他是不是都是 藤阁楼迷记 对不对 好 岳阳楼嘛 醉翁亭 黄州快哉亭 有看到 他都是在记阁楼的事情 好 这三篇 都是贬则文学 范仲淹被贬则 对 可是他并没有去到 岳阳楼这个地方 好 他是 这个 张梦得重修岳阳楼 请 是藤忠亮 我说错了 是藤忠亮 他重修岳阳楼 然后请他所写的 有没有看到 第一个点 这三篇都是台阁名胜记 好 都是台阁名胜 第二个 他都是贬则文学 好 然后 第三个 有一个重点是 作者没有去到那里 可是他却写了这篇文章的 岳阳楼市 好 他是被贬到邓州 好 可是他是印藤忠亮之情而写 那你在看黄州 这个 这个 才是张梦得 张梦得被贬黄州 他竹亭在住宅的 这个西南 书册 为之作记 帮他写了这篇文章 所以 书册 也并没有去到那个地方 哦 懂不懂 所以在这三篇 台阁名胜记 有两个作者是没有亲自到那里去的 这样了不了解 好 这是一个蛮有特色的点 所以同学们要特别记一下 好 然后当然他们的主线 我们刚刚讲 醉翁亭他是由乐字贯穿全文 对不对 可是 岳阳楼是贬折的折 你到时候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 你再回头去看这个点 你就会非常的清楚 然后 黄州快哉亭集 他的一个主线是快 意思就是说 你要得到那个快乐 懂不懂 要怎么样得到快乐 就是你要放下 你要放下 所以你看 在这个三个篇章里面 老师帮你统真起来 很重要 岳阳楼 他是在讲 这个君子先忧后乐的报复 然后醉风亭当然是与民同乐 我们刚刚有看到 然后 黄州快哉 那个快字 他要劝 劝什么 劝张梦德 不用难过 当你放下的时候 你信中就会快意了 所以他那个字叫做快 有没有 全篇文章的主线 这样 OK 好 这个是贬则文学的代表 好 国学的第三个重点 好 老师要给你的 你要小心这三篇文章 因为这三篇文章 都是我们三十篇古文的内容 所以算是重要篇章 OK 好 然后呢 在国学的第四个点 好 第四个点 老师把这个抓出来给你 为什么 这个叫做 尝试 算是尝试题 所以你在里面会看到 我们常常在文章里面会读到的 例如你看第一个 功仇交错 这个字念功 好 然后最常见的 燕子已伤 用酒杯来伤谁 好 那个伤也是酒杯敬酒 可以当名词跟动词的 这里是 因为在这一刻里面会遇到 所以我就把古代的所有的 好 酒器 把它统整在这里 这样你就可以大概知道 你常常会遇到的 好 常常会遇到的 好 这个你看 我们最常考到的啦 功啊 商啊 好 还有什么 中啊 好 这个绝 绝也是一种礼器啊 懂不懂 好 那孤 孤也是会看到 可是孤因为有另外一个 一个说法 好老师在这边有框出来给你 它也是一个写字的木板 好 有没有 超姑 超姑 超姑就是写文章 好 帅儿超姑 意思说我泱泱沙沙沙就可以写出一篇文章来 好 所以这个孤字有二用 好 绝也是哈 你看它隐身为爵位了 有没有看到 酒气 好 这里全部都是跟酒气有相关的 只有哪一个比较 你会觉得比较陌生 就是那个白字 好 罚酒用的酒杯 像算不算像我们现在喝的那个泡茶的杯子 小小的 好 此际做的那种杯 你看古代罚酒用的酒杯 很白 好 其他的这些都是 好 都是这个酒气 好 这以上就是我们所谓的 这四项 老师把它列在这一课里面的国学常识 好 那我们从写作背景 然后作者的探究 好 他的介绍 然后到了第三个点呢 国学常识 好 这个部分同学们都要再 好 再把它看熟一点 好 那我说过因应你的 课章 课别的这个考试的时候 你要看得越熟 细一点 你才有办法 考出好成绩喔 好 好不好 好 以上我们先看这三点 我们下一次再来看这个 课文的深究 谢谢各位同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